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对冲的 最近盛世威严 我就给大家展望一下 今年看看 美国著名对冲基金经理叫吉姆查诺斯 说中国正经历着一场史无前例的房地产泡沫 而城镇化带来的增长潜力 远远没有外界想象的那么充分 中国飙涨的房地产市场 是靠投机性资金撑起来的泡沫 相当于1000个以上的迪拜 这叶老师 我可不光听吉姆查诺斯这么说 大鳄索罗斯也这么说 2009年10月 索罗斯对中国经济表现乐观 最近修改了他的评价 说我现在对中国经济要做起很谨慎的评估 你看他讲 经济过热 通胀正在中国蔓延 他索罗斯说经济降温需要的时间越长 硬着陆的风险就越大 没错 这两个人其实都比较特殊的 吉姆查诺斯他是有名的做空的 他就什么时候下跌 也没办法说好坏 但以我们下来立场就说这个叫坏蛋 对 严人亏钱了他就能赚钱 说白了是这么一回事 就是说如果是他房价大跌的话 那么他是能赚钱 为什么他已经先买空了中国的经济了 比如说什么建材 什么水泥 那些公司他先全都买空 然后等到这边房价一下跌 他就能赚大钱 没错 就是这次09年08年金融危机以来 有几个著名的对冲基金经理赚了大钱 他是其中一个 还有索罗斯也是 就是做英镑的时候 英镑稀里哗啦大跌 他要加入欧元区 加不进去 当时英镑大跌 索罗斯赚大钱 由此成名江湖有名 看来他们这话比风险师的也权威不了多少 但是真的房子现在到底怎么样了 你知道年前 我参加一个什么他们房地产的聚会 当时任志强还估计说 今年微涨说5% 但是最近有个叫牛刀的 牛刀小时有个叫牛刀的 说今年要是没有5%的涨 任志强请你以后闭嘴 他是什么意思 其实房地产是这样子的 一般来说 房地产要么大涨要么大跌 他是没有说微涨微跌的 除非政府调控 你想想看像你们香港那边 就是他涨的时候是不是狂涨 大家都去买 就是草楼花 就是拿着现金背着麻袋就去买了 那时候是狂涨 但是要跌的时候 直接止不住 像冰山垮胎 那个融化一样 那还真是 就是你看那个都亚洲金融危机之后 香港就一泄千里 对 就止不住了 直线的往下降了 那时候所以香港就发明一个新名词 我觉得最好玩 叫负资产 对 负资产 你想想看这名词多怪 负资产其实就是欠债嘛 就是没资产 对 他要说的是负资产 就变成负资产 这表示出一个什么概念 就他们过去太习惯了 有资产 太习惯了买楼 然后楼换楼 所谓上车 然后是换快车道 然后当时我非常记得 97前的香港人 对楼的那个看法是 好像概念里面 从来没想过楼市是会跌的 就每个都觉得楼市是一个 只会往前冲 只会涨的东西 把钱存在楼上最大 所以就习惯了这个叫资产 没错 98年中国这个房地产市场化以来 一直到现在小跌大涨 全是涨的 所以现在国内的人 他现在就是感觉就是 我只要买房子就是保险的 所以我刚才在说一个 不保险 以后就难说了 它要跌起来 就可以跌了你血肉无归 就是 我认识一个画家 他是这样子 他不知道该怎么投资 但他画有比较值钱 对吧 他就卖几幅画 买个房子 卖几幅画 买个房子 现在手上全是房子 已经有七八套房子了 然后等到有一天 你现在看着 它是亿万富翁 等到有一天跌下来 它就变成千万富翁了 再跌下去 像东亚金融危机一样 它就百万富翁了 没钱了 对 有可能的 我见过很多在香港 就很多人真的是 原来是 就是赚了钱 比如说企业 我记得香港 酒气钱就一堆人 就本来自己有个生意的 比如说开连锁餐馆 但是赚了钱 全部拿去炒楼 结果金融风暴 一来之后 它这连带 它所有餐馆都要关门 结果最后有一个 香港很有名的餐馆 老板开了三十多家餐厅 最后回到什么地方 工厂区 在街上卖三名字 你们现在说的 就让我这个外行就无所适从了 你知道我最近也是听到有些评论就讲 那不知道是不是恐怖论 说这2010年就像你说的也有可能崩盘 说中国人民要准备迎接财富大幅度缩水 你要投资黄金 2016年黄金会跌会贬值百分之三十 然后说你要投资房子又怎么样 房子就像你说的也会齐里夸插 说是处于会不会说现在国家调控这个房市啊 处于一个非常微妙的关节点上 他们说当年董建华说了一个什么八万五千套 还是公屋八万五 夸这个楼市就就垮了 说是当年日本也是一个叫土地融资限令 发了这么一个政策一下子房价跌了百分之八十 你想这咱不完蛋了吗 不会完蛋 我们永远说狼来了狼来狼来 我相信今年狼还是没有来 为什么这么说 我们就我年中的时候 然后这个有很多朋友大家在一起聊天 然后聊的时候就聊房产 然后很多人在后悔后悔什么呢 他说哎呀 我什么什么时候就想买海南的房地产 或者某某开发商跟我说海南的房地产 当时只有一万块钱 但是现在已经三万块钱 大家都在后悔 都表示没赚到钱 这个痛心疾首 没错 你看现在春节过了 春节的时候 三亚的那个酒店的房价 两万块钱 三万块钱 一晚上 现在呱呆跌到千元这条线上 对 他本来就只值这点钱 海南的房地产是比较 但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例子 那是因为人性还贪 只要是货币不下来 货币发行量他还要维持 那个泡沫就下不来 因为他现在货币太多了 大家手上拿着钱买什么的 买什么都觉得不保险 然后想想 哎呀 还是买房地产吧 就是 就没有办法 就是你像海南 当时如果真的是泡沫要下来的话 很简单 就是禁止投资 你每个人有两套房三套房的 然后或者真物业税 你北京人在海南再买两套房子 我就真碎真死你 那一下子跨擦一下就下来了 很简单 但是问题是这也是海南岛本身 就海南省本身 他也想 他当然不会想这样子来限制 对不对 对啊 闻到你这个就说到关键点 所以真正想炒高房价的 我说是地方政府 没错 你说海南地方政府这个炒高房价 那个房价风涨 已经涨了 风涨之前 他做了什么事情 他就土地这一块就暂时停止了 然后房价就狂涨 然后他还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海南当地的报纸发舆论 就说海南的地价卖建了 没有给海南人民带来福利 然后接着他们政府就做了一件事情 就是各个地方的土地储备中心就成立了 就相当于我这个土地公司就成立了 你所有买土地的人都要从我这儿经手 然后我土地就可以调控 我今天卖200亩 明天要卖500亩 全是我这个政府来控制的 所以我想卖多高价就卖多高价 你就管不了我 我觉得你举海南这个例子 叶潭举这个例子 我觉得太好了 你就别讲别的 你就先讲机场 他那个机场就随便一个地方城市那种 是那种很破的那种机场 你跟普吉桃那种真的 像马尔代夫那种你都比不上 就是你这样的一个配套设施 就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你按照他春节这个旅游炒高 这价钱真是不如去马尔代夫 真的是不如去马尔代夫 这个价钱是能去马尔代夫的 所以同样的 你现在有办法 你不如好好的整治一下旅游资源 都规划一下都市 整治一下市容 我过年去西贡去了一周 才花了一万块钱左右 就是 就很好了 很好了 但是你如果到海南去我带上我父母的话 根本就你想想看一个晚上 一个人一万块钱 那我怎么供得起呢 就是 还有一个就是海南那个地方 我当初曾经写过 我说海南这地方这样是有问题的 结果很多人就驳斥我 我相信是爱海南心切的那帮人就驳斥我 说叶太你这么胡说八道 我们海南跟马尔代夫绝对不一样 为什么不一样呢 他说我们海南不光是旅游的 我们海南是永恒的 马尔代夫过两年就没了 对对对 没错 没错没错没错 咱们先记下广告 枪枪三言行广告之后见 接着说说说海南怎么了 然后他们说 你怎么可以把一个这么发展中的 新兴国家的一个唯一的热带岛 去跟什么泰国啊 去跟马尔代夫啊这种地方比呢 你说我们中国有钱人有多少 你说世界看好中国的有钱人有多少 但是我们有钱人的二奶有多少 对 没错没错 二爷爷很 对对对 女性主义 来 然后他们就跑到海南去了 对不对 而且他们是在海南定居 跟到马尔代夫不一样 马尔代夫一周背着背包回来了 但是我在海南买房子的人 是看好海南未来的发展 所以他一买就买几十年 他是看好一辈子的 这个就不一样了吗 他说你看看我们现在海南这个规划已经出来了 对不对 全球最好的旅游岛 然后全球什么文化娱乐中心 什么什么 我越听越听着越来越像迪拜 就是就是那个迪拜那个感觉 他说我们这个海南人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听是不是有点道理 不是当然咱们这个就有些人就会这个回忆起当年这个海南也曾也是热土后来就夸他楼市也崩盘过吧 能能叫崩盘吗 崩了 对吧 崩了吗 就当年那次你觉得这两个能能能能能相比吗 这个绝对是可以 因为它这是个概念 你看啊 很明显的我后来这个就是因为有人这么反对 然后我去查了查海南当地的这些资料 海南人穷啊 日子真不好过 他们的人均收入是全国偏低的 对 然后农民就一千多这个他根本买不起这个房子 所以你海南的这个房地产再高跟海南人是没有关系的 没错 当年你知道我们就有下海南大学毕业 我们1989年大学毕业 那是流行 我的大学同学现在还在海南呢 他就现在他气坏了 他我在海南大小也算个白领啊 现在这房子涨 我自个都买不起 没错 有点像这个印尼巴厘岛也是 当地人是买不起 现在新盖那些房子 因为现在也是很多人流行去巴厘岛建豪宅嘛 然后买别墅 而且还是那个Band Tree 月荣庄他们去管理的 那些豪宅都是 可是问题是 我就回到刚才那个问题啊 就是你同样拿着一笔钱 你今天去海南岛买房子 你其实也可以去巴厘岛买房子 我为什么要去海南岛不去巴厘岛呢 但是这个 因为我还春节前 我还看我们那个吴小丽采访 那个海南省的领导 大家很拉风啊 跟海南省省长 还是书记 坐着游艇在海上采访 对吧 那个省长说了 那感觉很好 感觉很好 说当年的那个局面 什么就是十几年前吧 海南那个楼市崩盘 说绝对不会再重演 不光是这个省长这么说呀 我也听一些房地产 这个所谓大亨他也讲说这次海南的这个房地产啊 他们叫发展旅游地产业 说是有真实的市场需求在支持 这不由得就让我想起咱们开头说的这个这个吉姆查诺斯啊 说中国他的意思相当于1000个以上的迪拜中国现在的房地产 可是实际上中国人老说什么这个农村人口进城市 中国城镇化 他的意思就是说现在城镇化没有你想象的那么需求那么大 也就是说他也是这意思 没有那么真实的需求在支撑着 那么对这个所谓需求的支撑你怎么看 他是这样子的 你比如说海南啊说实话如果他真的文化娱乐业设施建立成建设成全球一流的 如果说他真的旅游是也是全球一流的他有可能吸引一些人去常驻 比如说干旅游业的干娱乐业的这些人都会去常驻 甚至一些文体明星然后他看着那边好对不对 就像到拉斯维加斯一样他就去常驻 问题是你这个才是一张白纸一张蓝图 你就拿着这张白纸去卖这个黄金架了 这不叫泡沫叫什么 他完全没有完全没有建成了 没错 就是说你因为你现在这个情况 比如说你今天去澳门去拉斯维加斯那个东西在这 他已经在了 像澳门 澳门其实也有很大问题 他是单一的经济 但是问题是比如说他做旅游城市 他起码赌场上来都有 他拿了世界文化遗产 赌场还没开 对不对 你海南现在游什么呢 这个你有海滩 但这个并不特殊啊 你有的东西都只是在规划在说 这就是等于是拿一个概念出去来做东西吗 这个东西最危险了 那个陶东写过就是做投行的那个写过片文章 他说我在海南买个别墅 然后这个窗子一打开 邻居就能握手的 我还不如到这个西班牙海滨去买更便宜的别墅 而且是无限大的海滩就我一个人独享 产权还是永久的 我为什么要到海南来买个别墅 你们俩这是鼓励我国人的钱往外国去投资 不是我恰恰想法我觉得今天中国有个很严重的问题在哪 就像夜谭刚才讲海南当地人是穷得很 这说明什么 其实像刚才你说的这些坏蛋啊 他那个话也不是毫无道理的 在什么地方就是中国城镇化 称不称得起今天中国的这个房产局面呢 为什么他认为撑不起啊 我觉得有个道理是在哪 就中国今天有某种程度的二元经济 所谓二元经济是什么 就表面上我们一片盛世 房产越来越好 股市也很好 什么都很好 可是现在不是很多调查的指数 我们贫富差距很严重 财富是集中在那些百分之二十的人手里 而且现在好玩 其实有钱人其实数量还增加了嘛 这有钱百万富翁的数量不是增加了吗 但另一方面的人他们怎么生活呢 我举一个例子 前阵子我在网上 我们有一些台湾的学者朋友 跟我们谈一个问题 他说很好奇 他说为什么到了中国 他去大城市像北京上海 去沃尔玛 去加勒福 他是看那个东西的标价 以台湾人的标准来讲 都觉得这个价钱不是太便宜 就当然他这种商店 仍然是平民化中产阶级商店 全世界的沃尔玛都是标榜便宜的嘛 可是问题是他就看数字 这些台湾人看数字 中国很多老百姓 根本负担不起沃尔玛的物价的 你们想过 那些人是这些东西怎么回事呢 其实很简单 就中国真正底层的百姓 是绝对不会去沃尔玛买东西 他们拿着很少的薪水收入 但是他们有底层经济 所谓的生计经济 这有些经济学家讲的就是 比如说我一家 我做个什么的事 真的有时候是以物易物的 那是一个非常底层的维生方法 就等于跟第三世界 所有发展中国家一样 也就是说今天中国存在一个情况 就是我们一方面有一些 平似非洲的这些生计经济 另一方面就有上海北京这些东西 那么这是二元经济 这二元经济什么概念呢 就他们之间是互不相干的 就下头这上头那些人赚了钱 不会买下头这些人做的东西 这个trickle down这个下肾效应是很弱很弱 下头的人干什么也跟上头人没什么关系的 所以这等于海南岛也是一样 你下头很多人其实很穷 这些来买房子的人跟他们是没关系的 是是是 现在而且中产阶级就觉得安全感很差 你如果北京上海街头看一看 大家都是百万富翁 为什么 你只要有一套房子 你就是百万富翁 对对对 跟以前完全就不一样了 但是大家仍然觉得很紧张很害怕 一不小心就滑到穷人堆里去了 真是一不小心就滑到穷人堆里去了 你不能生病 然后你的孩子不能怎么样 不能让你操心 然后家里人不能有任何一点问题 你的工作还必须时刻维持 要不然的话 你这每个月供着五六千的话 你真的是生不起病 就就是穷人堆 很容易的 还有一个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特别赞成文道说的 就是两极分化的问题 你像这个生计经济 就是我们所说的 就是这个就是虎口的这些经济 靠虎口 你说我们你不要说海南了 海南比浙江穷 我的亲戚在浙江乡下 他们去年造了房子 一幢房子 有大概造一幢房子 也就十万块钱不到 你说说看 他自己买水泥造房子 因为他是宅基地 不用付钱 那么他十万块钱的房子 他怎么会想得到 要到城里去买什么 几千万的房子 或者上百万他也不会买 对他来说 这一辈子都是无可其极的 对不对 所以有的人说中国城镇化 所以中国人有很强的消费力 中国农村的人会到城市来接盘 胡说八道 这些农村的人 一般的农村群体 对城市来说就是无效消费群体 对 他根本买不起你那个城市的房子 他也这辈子也不会做梦 说我到城市买个房子 不可能的 就等于像城市 我们这么多年 讲如果你讲城镇化 农民进城 消费就变成市民 你就看中国民工吧 这么多年来 北京市光北京市有多少民工 你说这些民工啊 坦白讲 我不是在骂他们 我在说是一个很实在的东西 这些民工 他在北京 为北京市带来了什么样的消费需求 对 但没有那个消费力 没错 所以他们很惨 就是完全排除在外面 他们盖的那些大楼永远没有他们的份 他们只能爬到上面跳下来的份 枪枪塞人行广告之后见 我们编辑在网上还看一个 说是几个人吃饭 其中有一个是税务部门工作的一个朋友 说酒后吐真言 喝醉了 谁知道他说什么 说赶紧把房子卖了 在北京说赶紧把房子卖了 为什么 说要开征物业税 说是开征物业税 怎么开征 就是自己去申报 你当然你只要房子没卖 你可以一直拖着 但拖着没关系 拖着什么时候你房子转手的时候 这一下子物业税连支纳金一起收你的 说是你这个房子要是涨 然后再跌 它是按照你涨的盈利的高点收物业税 到时候光转让的物业税 就连你的房子你破产你都还不上 这说法有道理 美国现在也是 很多人就这个房子都要还出去给银行 或者什么都是这个原因 物业税有道理的 也就是说你很多人是买得起房子 养不起房子 因为他每年要交税 而且他的税率是根据你市场的价格变动的 比如说你看今年房价涨得高 很高 然后你想套现了 结果这时候你就会发觉 你要交的物业税很多 你是持有的话要交物业税 你套现的话也要交更多的财产税 重租好像也要交百分之十几的 要交 所以这时候你就会发觉 你拿在手里的不是财富 是烫手的山域 那会开征物业税吗 今年 今年要看市场的情况 我觉得今年未必会开征 你看他一直强调要保持盟定 因为他就担心整个的房地产急剧下落 所以中国的宏观经济就完蛋了 他今年就是两方面 一块一块就是 一块就是保障性住房 百分之五十 现在上海北京都明确 百分之五十的土地 保障性住房给你 另外一块你爱涨多高涨多高 根本就不关 所以今年我们大概